今天我們破天荒 Sondi Football是大家來自三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做這次的節目 希望各位球迷都有一個新的感受 記得自己介紹一下 我是Colin 大家好 我是嘉樂Sir 現在來自深圳的嘉樂Sir 你在深圳嗎 沒有飛機去其他地方 是深圳轉機的 Hello 我是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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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去做這次的節目 希望各位球迷都覺得一個新鮮感 不知道我們的收音和畫面會有些分別 好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這個星期 首先想跟大家一起回顧一下 就是在周中的一些歐洲賽事 不是回顧了嘉樂的生涯嗎 我們吸引一下觀眾 可能觀眾對嘉樂的生涯最為吸引 為什麼呢 想知道嘉樂的生活是怎樣 之前要讚好我們的網頁 訂閱我們的網頁 訂閱我們的網頁 還是怎樣 我要回到最後的考試階段 沒有辦法 中國祝協說你一定要上來 因為國內的情況 現在容許 因為其實那些核酸測試 隔離 正確實說是做得很足 他們覺得國內的情況許可 所有教練都要回去 快點考考 因為整整延了一年 我想一個教練班 其實是去年11月完 因為疫情一年後 就一定要快快收回去 怎樣都沒有辦法 但剛剛那星期開播 小弟剛剛就宣布了 就是飛馬主教練 但是第一場球 就不在球隊 我有點不開心 唉 不要緊 越陽做多些功課 現在很多時間給你做功課 有靠這樣 和大家繼續聯繫 真是新嘗試 我覺得挺有趣 技術幫助我們去做這件事 你的房間也不錯 我的房間起碼有些大 起碼有些空間去做運動 現在每天定了時間 三點至五點 做一些高級程度的訓練 做兩個小時 比球員更厲害 連起熱門 當然 或者看電池休息 喝水 但是每天 我自己在這裏 這十四天 我覺得是必過 平時的教球 那些 那時候懶 早上又要教完球 下午又要接女兒放學 現在反而 一直在房間做運動 好必 加樂 你現在的十四天之旅 現在度過了多久 哇 27號會完成這個隔離 星期二 五點鐘 基本上每天 一天一天等下去 還有幾天 是啊 挺辛苦 但是想不到 平時自己 常常在家裡 都有點不舒服 那麼 那頭幾天 老實說 真的有少少抑鬱症的症狀 就是 晚上睡不到 然後突然間 有些時間 很想要衝出去 房間 覺得 接下來十四天都在 我怎麼可以過到這十四天 突然間 那個情緒 會有很大的起伏 所以 頭幾天 睡得不太好 但是 要靠運動 其實我也很忙 想不到在房間裡很忙 因為 其實每天 練球是繼續的 我練球 每天 我用Zoom去看練球 晚上去看他們練球的片 剪片 去設計的訓練 設計這個禮拜 比賽的line-up 其實都 挺多事情 反而 原來 剩下來 還想把那些事情 部署得更好 做得更加完善 好啊 這兩個星期 其實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讓你做你的計劃 在球會那裡 還有日後 看球 看電視 始終看球 雖然這裡 沒有英超看 但是當然 找到自己的方法去看 所以 都有看 有留意所有的英超賽事 歐聯 都可以看 晚一點 但是很多精華會播放 都可以看 OK 那你那個 接下來那個 之後 27日之後 怎麼樣呢? 就開始去上課了 上多久 然後回來香港 轉飛機 轉飛機過去 再12天 上課 還有考試 最後的考試 完了 回來香港 似乎都還要14天隔離 真是 很慘 即是去到可能11月尾才會再實體可以見到你 沒錯 沒錯 不要緊 既然現在科技發達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形式 為了遷就加樂 我們和加樂一起去度過這個 考牌的這個時期 好嗎? 好 那我們回來了 正式去講一下 你既然看了這麼多球 週中的一些歐聯的情況 你有什麼重點的賽事想推薦 我想你一定要講一下曼聯 是嗎? 當然 還是我們待會留下曼聯 待會一次說 Gary 都無所謂 今天我們這集的流程 當然就回顧一下週中比賽 偶聯有關的焦點 留意到什麼 另外 就 英超方面一定要講 馬連隊車路士大戰 所以就叫重頭 其實也有阿仙劉對利斯特城 當然我們講多些馬連隊車路士 另外就講一講國家打比 即西巴牙方面 就有巴塞主場 所以就能夠王馬 我們 林曼聯那場可以少說 或者其實也可以講講其他比賽 例如 見到巴勒尼哈 對著馬列車路士的比賽 最終是贏4比0 賽前我也有寫過一些文章的分析 我個人已經預測 巴勒是可以輕取馬體會 但現在看回比數 似乎都不是輕取那麼簡單 即是4比0 都大勝 蘇勒尼斯有無奈 兩場球 一場巴賽球員身份 一場馬體會球員身份 即是再面對 敗人都要是一個大敗一場 但呢 真是發現到 馬體會的問題 防守今季一定是比較差 即是以往有高癲 和西斯米利斯打領之下 OK條防線 但現在已經是沒有那麼穩陣 然後和西斯米利斯又經常傷 然後用上身的組合 防守 尤其是不太好 另外中場方面 沒有了湯馬斯 要找高基 搭著 哈達区里拉 我個人感覺都是不太好 另外 由於三號利古斯有受傷 前面是迪亞古哥斯達有受傷 感覺好像攻方面又不太強 面對著叫做宇宙人的 巴仁 真是這一場 我都猜是巴仁會贏 但贏到4球 這一點就有多少意外 畢竟是巴仁本身的防守 其實都不是很差 不過西甲說 今年其實沒有什麼大手的交易 始終都聽過很多 財政問題 沒錯 財政問題 其實賣球員 比賣球員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好像你剛才所說 高癲和湯馬斯的離隊 其實對球員其實我感到很大的影響 我自己老實說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肯賣 湯馬斯 當然 他沒有的 他是一個違約金 直接買 直接買 沒得說 他不肯的 之後還發勞騷 他也覺得阿仙奴 有違一個 大家的球會之間的精神 就是覺得 你最後一分鐘才買 你早了兩個星期 你跟我們說 你說可能會買 我都穩定人 所以這個也有點不開心 這個馬體會那邊 不過有蘇瓦雷斯 老實說 我聽過蘇瓦雷斯對著那兩場球 是唯一 他有入過球 對著巴塞 對著馬體會 蘇瓦雷斯其實在拜仁身上是入過球 唯有這個最好的一件事 不過我想各位球迷都要留意著 這件事我們 其實由上個球季已經開始說 馬德日體育會 自從防線重組之後 其實已經是 上個球季開始已經不同了 開始由集委球員 開始一直數下去 中堅球員 他們在部署去到封阻對方 埋滿angle那裡 其實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 所以門將所受到的威脅力 其實是提高了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查一下 過去那個球季的紀錄 其實馬體會那個失球數字 比起之前已經是大幅增加了 這個球季是更加的 但是前面 我就覺得他不應該放棄摩拉達 但是沒辦法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適合用 現在蘇瓦雷斯來到 這個球季展開前 大家可能對蘇瓦雷斯 去到馬體會是會有期望的 但現在可能暫時還未合拍 合拍到的話 其實這隊球暫時在前面的攻擊力 其實我覺得都OK的 但是中後長的串連 就是蕭蒙尼的團隊 可能真的要花一點時間去 去收拾一下或者密釋一下 一些更好的人 其實蘇瓦雷斯不差 在之前聯賽是踢了幾場球 三個入球一個狀況 反映到他融入來說 他是比祖奧菲利斯快很多 但是呢 都可以說這場比賽 完全被白人有壓制住 即是失球出現得比較突然 亦都是那個防線好像散散的 所以就導致這樣的情況 這一點就是 大家可能再為球迷要 再面對瑪蒂尼這支球隊 就不可以再當成以前那一隊 即是必然是防守性會差一些 繼而影響了進攻 另外我們講完這場 不如都講一下 例如是晚四 不如講一下 黃馬又可以講一下 黃馬又可以講一下 其實全部都可以講一下 利物浦1比0 即是又可以講一下 是 即是B組 講真的 很多令人很失望的賽果 老實講 你看回剛剛那晚的賽事 黃馬當然是其中一隊 令人最失望的 半場還要輸給 即是半力 也不知道是否半力 即是有十幾個球員的薩克達 因為有 因為有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隔陣了三年肺炎 是的 即是去不到 作客轉過頭 竟然三球領先 即是黃家馬得來 其實看回黃家馬的一個陣 其實老實講 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少是輕時對手 那你又用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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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道理他們可以去修錦起那些球員 其實以黃馬對上那麼多次他們在主場出擊 其實老實說輸球不多 當然對上一場賽又不一樣 但是你看回其實 當然你說國家打比其實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去年的黃馬其實已經是失落了歐聯 我覺得今年其實歐聯也是他們其中一個重點的目標 我相信接下來的賽事 代表他們不可以在任何的歐聯賽事收起任何球員 希望現在已經輸了一場 接下來那五場的賽事 怎樣都要給最好的球員去踢 令到可能聯賽上面有機會要有些輪盤失分都沒有辦法 不過你看回另一邊 這個同組和B組 另外對手就是國際米蘭和毛信加法 是踢了2比2 人家那邊都是一人得到1分 對都有著數 他可能沒有馬路邊斯丹 他又未必是這樣想的 就是他又好像留一留你還可以的 分組上還有得想 這方面我覺得斯丹 也覺得這個分組都有個空間輪盤 加上有些傷兵 所以才是這麼大膽嘗試 但是想不到那條數就如以算盤打不響 所以才發生了這樣失分 相反呢 都可以領另一場 巴塞龍 即是叫大勝一場 即是5比1 就贏就是 維倫斯華路士 都可以說 見到陣中 今季巴塞龍 好像一個青春風暴突然出現 當然你說之前巴塞那些青春風暴 就經常都是自家青春的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買這些年輕人回來都可以的 即是你見到那些 帕迪 或者叫做 我們叫做 連迪高 或者叫做 珍卡奧之類 都不錯 另外當然 巴迪又有波入 歐聯方面 古天路也是比較驚喜 就是在拜仁 打算回來巴塞 會不會很快又賣酒 還是怎樣 不是的 而此外表現真的不錯 即是他沒有說很堅持一定要打一個很前很前的 或者打一個逆風位置 即反而放回多點在中場 打一個攻擊中場 表現又真的不差 最終呢 就大勝對手 但當然啦 問題就是 迪基在那場球那裡 就落八分鐘 就拿一張紅牌 其實根本不需要 球隊覺得已經都叫大幅度一點的平線 但就這樣 拿一張紅牌 即是這一點就 魯莽少少 即是 因為巴塞和馬之後 即是你看回他的球 下週他們要對祖雲達斯 即是 即是 這一點就真的有點魯莽 即是 都不懂怎樣說 這個犯賽 根本是沒有什麼必要 但是 接下來的氣勢上 對著黃馬國家打比 感覺好些 黃馬 其實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其實你看回 巴塞其實都收起了很多球員 包括基沙文 都直接沒有下場 即是後備的單比 亦都有入球 我覺得反而 對這個巴塞來說 雖然迪基是趕了出場 但是 你大勝一場 其實對球隊的 即是開始入球 有個運 令到他們 接下來那個禮拜 其實踢那個大戰 其實 那個心理上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 我這場 我都看好是 即是 巴塞龍拿 雖然現在你說 叫做那個 排位上 即是找巴塞在聯賽榜 哪裏先 在第9位 接著7分 即是開局 4場 竟然不是在 頭3、4位出現 或者 根本上 你不在頭2位出現 都是少有的 過去兩季 其實巴塞龍拿在開季 已經是押著 第1位來 即是都搶佔很長時間 但如果你說巴塞 在那個主場方面 去出擊 即是 都會是傾向看好巴塞 再加上 黃馬連敗兩場 感覺上 好像是 回了不及 叫做 球隊也都 繼續有很多雙兵 即是 雙上就繼續兩閘都是雙 另外 就前線方面 雙上他會起用 就是賓司馬 但是 如果他兩閘都是雙 是不是繼續 一邊是文迪 一邊是馬歇魯 其實馬歇魯 其實馬歇魯 看得到 都漲了少少 好像收不回水 那種感覺 即是 這方面 而巴塞龍拿的方面 當然 雙兵較少 主要是安迪堤 和門將 達斯直筋應該 就是很不遲 但是 門將方面 前環山 門將 離土 表現都不差 所以 這場比賽 感覺 巴塞 有機會 小勝黃馬 我個人的觀感 大家覺得呢 我也覺得是差不多 因為 今屆 打落 我不知道 黃馬 是否 人腳方面 還沒那麼齊整 因為 鬼搓下 沙特是不行的 都影響了一些 整體發揮 巴塞 雖然排第九 但是他打小場 如果你說 從失分角度來說 其實他是可以多拿三分的 如果是算贏到的話 可以拿到三分 如果算贏到 即是算失分的時間 失分他還有三分空間可以上來 如果那三分他們到手 其實就等於 跟那些34567圍球隊 即是34567圍球隊一樣 都有十分 連番神一線 上去前列 那整體表現 反而我覺得巴塞 是比黃加馬得利好 在季初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黃馬現在 好像要找一找他們 自己的 今年 新打法上面 整個套路是怎樣 人腳他們沒什麼大轉變 但是打出來好像 那個效果跟以前有些不同 這方面就要 要多少時間 看看 即是如果 如果 現在如果黃馬開始 配合 第二下塞 再出來 打法又要再變過的時候 可能都不太好 即是黃馬那場球 對著薩卡達 本身有機會3比3 即是拿回分球也沒有那麼傷 但是 你見到 斯丹克下半場 即是很快就有些輪換 希望可以修復失地 但是換了賓斯馬進去 命令到雲尼素斯 下了一場 好像是十多秒時間 十四秒 是打破了歐聯最快 後備上陣 入球最短的時間 記錄 但那場最終 是雲尼素斯的問題 拿不到一分 最後的球 竟然站在門前 一直看 看 找隊友 阿菲特利哥華為地起腳 最終 那球是因為他 阻礙了門將視線 他的預備位 因而輸 即是你反映到 球員間 大家的態度 和拼勁 都好像有少少問題 即是 正選那些 就沒有什麼態 後備下場 是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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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年輕人 羅迪高 逆攻方面 他又不一般 前線方面 要繼續用死 就是賓斯瑪 和 雲尼素斯 甚至是 龍花斯、華斯、基斯 雙上下場 有機會正選 因為斯坦蜂喜歡 用回一些 用開的球員 去應付大戰 但如果你這樣去擺 球隊的進攻方面 你真是好提賓斯瑪 其他球員的配合上 又不是真的那麼好 或者個人能力上 強得那麼厲害 所以基於這些原因 都是比較看好巴採 如果大家都看好巴採 不如都不爭罪 講講比數好不好 會覺得是怎樣 好嗎 我先 我覺得 我覺得 首先就是 大家看到 其實 復賽之後 在沒有什麼球 沒有什麼觀眾的情況下 很少比賽 基本上 入球也有很多比賽 大家都看到了 由7-2 我剛剛講了一場 就是0-0 是英超 西部朗隊搬離 第一場 英超 0-0 就是我講的 所以為什麼要留意 我們鬆點 Football就是這個原因 魔力很重要 那你怎樣 我就簡單 2-1 巴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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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olin 我是4-1 巴採 哇 好 好看好朗羅高文 我會覺得 我不是太看好華馬 哈哈 哦 不是說看好這個 朗羅高文 是這樣的 我覺得 這裡 真的 我也很頭痛 我是在想 沙特奈莫斯 是否 講不講一次 我覺得他一定會踢的 也都硬直 我簡單一點 我1-0 我保守一點 因為我覺得 魔馬會有個尊嚴 不會輸太多 我1-0 好 但都一次傾向 巴採 咦 我們上一個星期 我和阿基仔 都猜中了 這個墨西賽特棍 打給這個比手 2-2 5-2 你說我們多準 所以 2-2又中 怎樣都中 但是上次是 難得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 兩個都是猜同一個比數 就沒有 我們譬如今次 也有三個比數 猜了出來 我們只是這樣說 不過我覺得 最開心的 對球迷來說 其實國家打給 很少很少 在香港時間 晚上10點 10點 正中 沒錯 尤其是六星期六 這些時間 通常是六星期六 大家老實說 都是按了去看英超 因為要支持兩位 對 西甲也要支持 西甲也要支持 對 當然 反而今個星期 10點 基本上吃完飯 反而會看 這場的國家打被 我相信 我也一定會看 因為沒有認識他 因為國家打 一定要看 國家打被 因為他沒有應超 看 哈哈 竟然是這樣 沒有應超 你有方法 另外 其餘的 歐聯的戰果 有沒有些什麼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 再想討論一下 其餘那些是否都算 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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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特別 巴翔 利物浦 那場 有些球迷說 利物浦 搞錯 贏得一球 但要知道 那球 還要是 不是利物浦球員入 那場比賽當然高普很早換 叫做下半場叫做早小時間 一次換了前面三個球員 都明顯看到球員間是沒有什麼狀態 而且那場比我看 其實阿積士上半場是踢得好一點的 那場比賽我本身是想著 是阿積士有機會搶分的能力 但最後就叫做發憤怒 很重要 在雲地克嚴重受傷 有機會收利的情況之下 鬥了去打一個中堅 似乎一點令到利迷會安心一下 似乎有一個Plan B在這裏 都解決了怎樣可以有發憤怒 又有泰哥、阿姦達娜同一時間上陣 還有阿威娜、杜姆 這些球員怎樣一起上陣 我想都解決了球迷一些的擔心 但當然利物浦這場比賽 有些球迷說收貨的 但感覺上真的都暴露了 那次球隊今季整體的發展未必會這麼如意 真是金季的黑仔 你見其實利物浦近期 用了很多很多年輕球員 例如居歷斯中斯 後備入體的威廉斯等等 其實你見Fopo都是一些比較緊要的時間 他不只是可能說 臨後五分鐘給他們吸收一下經驗 如果大家記得遲線盾 遲線盾的時候 亦都讓一些年輕球員早點下場去感受賽事 反而我今年覺得 Gopo 當然買人不多 只有一個兩個 但是都想給他們多一些自家製的一個清份產品 去歐聯 甚至聯賽一些緊要的時間給他們下場 這一點我覺得 我很尊敬Gopo 因為你說要贏的話 一定要贏球的話 一定不會用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 今屆利物浦這一方面又可以看看 看看年輕球員的表現如何 好 歐聯方面差不多 當然歐巴方面 昨晚我說了阿仙奴的比賽 有運 我個人形容 因為你說的 那場比賽 其實阿仙奴看得不好 進攻方面 放大了個頭 但是球員和球員之間 沒有什麼配合 火花比較少 放了基迪 年輕仔 和拉加石碧 打了一個上戰球 另外就沒有出歐巴美揚 但是出了拉比比 都是快的 另外左邊也是薩卡 這四個球員 其實想起來 都沒有誰看得好 反而 一對王中 艾拿利 和湯馬斯 都看得很好 湯馬斯第一次幫阿仙奴勝選 上陣 做了MVP 賽後MVP 然後一對中堅 加比爾 和戴路易斯 表現其實都很好 這一點是意想不到的 兩個球員合落 真的相當不錯 煞球也好 戴路易斯又入球 反而門障方面 利盧令到 我有些意外 跌眼鏡 因為他有失誤 因為現在都要請教一下 Galas 現在很多時候 後場 上前場的一些踢法 由後場門障 開始做起 但是 變相 真的很考 門障的腳下功夫 他就是正正的 兩個球 一球就是他自己包好兜 面傳給對方 然後近門 被人射入了 封門 另一球就是 不是失球 但也叫做被對方 迫過來的時候 解圍 散到大衛路易斯 差點又被人射入空戶 但門障 你會怎樣跟門障 去解釋這些戰術 怎樣可以減少失誤呢 其實 最緊要就是 看一下教練 那個戰術性要求 你看到 有很多的教練 我現在 我反而不講 哥迪奧 不講阿迪達 你反而看 比爾沙 即是每幾球球 都是 龍門一定要猜的 有時候可能 十次 只有三次成功 基本上 其餘 例如看他們 對曼城的賽事 十次 有七次被對手搶到 但他們繼續去做 覺得這個踢法 可以幫他們 一路成長 其實阿迪達 是同一件事 老實說 阿迪達 用這個同一個踢法 老實說 在短期 很短的時間入面 建立到球隊 贏到兩個 冠軍 他也代表 他可以繼續 試一下 用這個踢法 去踢 其實很多球隊 都是在做這個 當然 他們的壓力 壓力 不是很大 比他們做的空間 會更多 可能說 老實說 突然間 連輸五場的時候 我相信 踢法會有轉變 我相信會有轉變 但現在 暫時 阿迪達 上任到現在 都沒有這個壓力 所以我相信 阿仙奴的踢法 會繼續在後場 慢慢猜拳 有耐性去做 希望 下壓力 其實人家迫上來了 後面多些空位 希望打到身後 一些快的球員 說中 納卡錫迪 奧巴美揚 可以多一些 一對一的情況 都是阿迪達要求的踢法 其實都要承受 風險 作為教練 看成績 有好成績 就贏到球 就算這場比賽有失誤 李英都繼續去 除非真的連一群敗獎 那就真的要互執 作為球迷 阿仙奴的球迷 大家可能要承受一下 忍耐一下 最重要是 最終的分數 拿到三分 失去後球 沒有辦法 當然球員間 慢慢改善 從之前 艾瑪莉 開始 建立越好 後場踢法 其實都見得到球員間 就不適應 但他累了阿迪達 好了一點 當然作為球迷 的興案 越少越好 有可能失誤 因為很洩氣 尤其當時是 組斷的失波 即是叫做 失在 比較 看得一線的 對手方面 這樣才失波 這樣比較洩氣 另外 亦都說過 其他 京超球隊 當然 球迷當然之 即利斯特成 以及二次 都是興取對手 三球 大家都 不算是 很全球 但是 都叫做 比力去贏 就叫京超球隊 似乎 那個表現 大家都不錯 除了叫做 車路士 就和了 歐馬杯的冠軍西威爾 2-0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也一旦 說說 萬聯對車路士的大戰 好 沒問題 萬聯對車路士 看看排位 當然 萬聯和他們 都是打算一場 現在拿著六分 排在第十五位 當然排位上 好像很差 那我 當然車路士 叫做踢足五場 都不是好 拿得八分 就在第八位置 今季 車路士當然 比較難過些 之前 對著 這場 怎樣說呢 對著修咸頓 還是韋斯咸 對著西布朗 首先 落後三球 然後 又要力追 最終 追到 但當然 不容易 今季 或者上季 開始 車路士跟三次 都很有緣 究竟這場 贏三球 還是 輸三球 大家有沒有什麼見解呢 我這樣看 我覺得 如果以近期表現 車路士是比較反覆 他是爛捉摸的 大家會覺得 他很應該贏到的賽事 贏著 他可能會被人追回 但是 一些 可能 現在 譬如說 他們現在的打法 可能真的做好防部 然後 等人來打反擊 可能會更好 因為 近期的賽事 你見到他們 特別是 姆姆雲娜 他去打反擊的時候 底下的策動 是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 我想 在這場賽事 萬名方面 要小心 特別是 去應付對方 由手轉攻 那個時間 但是 如果 只看兩隊 近期的表現 我會喜歡 萬聯多些 因為萬聯 他們是面對一些 較大的問題 然後 球會 慢慢去改善 隊內裡面的氣氛 也有很多名租 出來說話 又在說他們的陣容 或者買賣 球員方面的問題 我想說 很多球迷 對於萬聯 在今個夏天 的隱瞞方面 不是那麼滿意 但是 我們從最近的賽事 來看 今屆主要收購回來的 兩個球員 就是 雲迪比 以及左閘 方便 雖然現在他們 上陣時少 但是 有份上陣的賽事 我想 相信球迷都滿意 收貨 那 迪利斯的出球 落點是幾好的 這方面 我想 可以解決到萬聯 近幾年 都沒有一個 可以 很有信心 給他在邊線出球 或者 提出一些 急勁國球的球員 就現在好像 找到一個 這樣的人回來 那這場比賽 我們應該就會 見到 卡雲尼上陣 因為 馬斯亞是 平賽 大機會 會擺放 卡雲尼出來 在戰球裏面 出現 我相信 如果 集位方面 我覺得這場比賽 蘇斯克查都會 順便多 因為 始終 對手 是強 未必 這麼冒險 會被 敵 蘇斯克查 萬聯 贏了 劉卡素 之後 他說了 我們萬聯的球季 由今場開始 不要忘記 蘇斯克查 帶領的萬聯 曾經試過 起碼兩次 突然間 很厲害 一輪連 贏了十幾場 為何 令蘇斯克查 現在的 稅位 比較穩 上場 其實 你沒想到 蘇斯克查 這麼有信心 說 我們萬聯 贏得很好 4比1 能贏到 劉卡素 然後很多人都在說 魔鬼賽程 又要對PSG 又要對車路士 會不會過了 這輪賽程 會炒了蘇斯克查 不好成績 每個人都在說 好像在看 保哲天奴 在看 艾利基 全部都說有機會 去接他的位 但轉過頭 已經馬上有兩場 踢得很好的球 給大家的球迷看 蘇斯克查就是 這個教練 他很信任球員 例如 麥加亞突然間 有一個很大的失誤 趕了出場 在英格蘭國家隊 轉過頭 給他踢正選 正選 但有表現加入球 令到球隊可以贏 其實蘇斯克查是一個 很信任球員的一個領隊 我相信 球員很樂意去犧牲 令到球隊可以得到成績 所以為什麼成績 一直一直都在好 經過了4比1 這個劉卡素之後 對著這個PSG的賽事 其實阿拉斯福特都說 因為那個排陣 那個部署做得非常之好 尤其是利用中堅 如果是盜安斯比 去標準麥巴比 那個配合其實做得很好的 也成功凍結到對手 老實說 你說今年的車路士 其實是速度型的 有Timo Whara 有佩尼錫等等的快球員 但是老實說 你說要快 真的PSG都比車路士更快 也肯定有麥巴比 有尼馬等等一些快球員 但是如果曼聯在這個情況下 都可以頂得順 贏到對手 我相信蘇西克查 有機會 在這個部署上面 和上場有少許差不多 當然了 上場波蘇西克查 簡單為主 因為其實很多次英超 都是後防太多個人失誤 反而 可能你說有組織的足球 我相信不會踢得很多 但是 我肯定就是 曼聯會很注重反擊那方面 你說反擊那方面 沒有了馬斯亞 有沒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老實說 拉斯福特等等 甚至加連活特 我覺得有機會 他沒有去到巴黎 其實他是努力去踢這場賽事 所以我自己會預計 拉斯福特和加連活特 甚至卡雲尼 其實有機會去正選上陣 去對對手 我覺得 如果看球來說 我相信也會看看 究竟蘇西克查 在這次有卡雲尼 在陣的陣勢是怎樣踢 怎樣去使用卡雲尼 在一個9號位 球迷都會留意一遍 大家都要留意 卡雲尼的位置 他出現一個9號位 但其實他是一個很勤力回報的球員 他是一個經常會回來做攔截 還有幫忙做一些全聯拆應工作 去做反擊等等的一個球員 大家也可以來看看 他在曼聯的角色就是這樣 美神加連活 我覺得我有點擔心 因為他都不太聽話 最近又說 有幾個前導 這些消息就是真的假大家自己看看 是小敵還是萬節 都真的生氣了他要懲罰 他不帶他去這個PSG 但是從報告看 他就是受傷的 就是曼聯的傷兵是比較多的 就是麥加雅 美神加連活 另外就是蓮加特 馬斯亞就是紅牌 所以在陣容選擇上 大家可能都猜到 這個蘇斯特查金 今個星期會排什麼陣容 真的 唯獨是 看看是不出馬達 正還是丹尼占士可以繼續 多些機會可以在賽事上陣 但是丹尼占士那個位置 都是要多些去給他信心 因為真的好像很多時候 有些基本動作都做得不太好 竟然就脫球 對於尤其是車路士這次打反擊 如果這個星期對車路士的時間 若然看到丹尼占士上陣 這方面可能會是一個問題 我想車路士的球員和教練都會知道 要去逼這個小朋友 他就會很容易脫 脫 我們有機會做一個反場 然後就可以打到一個敗重反擊 這個會是一個破案 就是阿蘇斯特查理會不會 這場賽事裡面選擇不出丹尼占士 在這個正選裡面 看回一些數據上 過去六次 雙方交手曼聯赢了四次 主場方面對著車路士 有一場大勝4比0 另外兩場 一場和球 一場輸給車路士3比1 萬聯的主場優勢 大家覺得有沒有對著車路士 反而就好像剛才說的打法 萬聯在主場就很自然壓著打 像是加勒說的 萬聯可能都是要打反擊 會是較為優勝一些 如果你壓著主導賽事表面上 反而圍著你攻 反而就難得找 但現在有個變數 就是因為有個卡雲尼在 如果兩邊的出球 是出得好 或有個高大一點的在 可能會有些著數 不過卡雲尼 據問那些投球都不是那麼好的 其實他有這樣的外型 好像是郭家樂這樣的外型 像是打扣著的 但是就不知為何他 他有很多場搶到點 但是又變成了解圍球 所以我也是欣賞他 在防守方面的局面多一點 Colin 你說起防守 其實近兩場球 萬聯的防守 反而是被人稱讚的 暴選得好 對 對 經常說迪基亞 整季說迪基亞 還是Henderson 接著再加上麥加亞 經常有很多脫漏 但是上場球 其實PSG的時候 man of the match 是迪基亞的 亦都有很多的神咎 包括一班的後防 杜恩斯比等等 都踢得好 就是很久沒聽過 外面去讚萬聯的防守 但現在這兩場球 踢得那麼穩定的時候 我相信 主場對著車路士 我相信都不會突然監測到去哪 我覺得 嗯 Jerry 怎樣看呢 這個時候 是不是要比數 我現在一路整理 我剛才聽你們說 什麼事件拍分那些 我自己就 對了 這場經營大致 說了什麼事情發生 我剛才聽你們分析 在那裡想 什麼比數好呢 很坦批 我自己個人 見得到車路士 為什麼我要用個三字 來做開場吧 這場賽事的三這個數字 還有其中一個比數 走不掉 但是寫在哪邊呢 我就還在想 是啊 我還想 因為萬聯的勢好 車路士 對著西惠爾 西惠爾 當然也是強的對手 但是 這場和球 你說 看回球員的表現 又未至於 去到 即入不了球 以你球員上的質素 配合 我個人認為是有少許失望的 即是他們未能夠 即是和球之外 亦都未能夠取得入球 當然 就叫他們先拼失球 因為他們近來 其實只有失球 都失不少 即是叫近五場球 其實就是 加起來 三球 四球 四球 七球 都失得了七球球 如果你說車路士 所以我覺得 三這個字 其實都很大機會出 在萬聯生就入三球 但是車路士的反撲能力是怎樣 一球 三比一 其實我是很坦的 我猜這場球 一系就是一比零 如果不可以的話 就真的可能會出現一些 較大比數的 強強對女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是 比數是低一點的 先開紀錄 是早還是遲 我自己最後選一比零 萬聯贏一比零 合理 合理 原因其實都是因為 真是萬聯是 雙兵哥 很忙 打完這個 當然車路士一樣的忙 但是打完車路士之後 繼續有勾聯 其實我相信 尤其是說 如果近期的防守任務 是被稱讚 那他們可能就更加 拱落這件事情 先守住 這場比賽 因為我想他們都會覺得 車路士會是一隊 在進風組織 反擊方面 都真是很有能力的球隊 我會估計這場球 是大家會很有部署地 然後一球分勝負 我會首先猜一件事 老實說 很少在萬聯出現的 就是一個零失球 對上幾場球 對上幾場球 作客又要升一球 去PSG又要點 都要頂回自己的龍門 甚至對著熱刺主場 需要下球 但是其實 他們一直在進步的時候 我相信零失球 是他們很想成功的 我相信他們近兩場球 那個狀態 也有機會令到他們可以零失球 我覺得零 但是究竟贏不贏到呢 我當然希望贏不到 我會選擇2比0 可能入到一球之後 做一個旁守 然後再反擊入第二球 做一個保險 2比0 我們有一面倒 又支持同一隊 說完這個 預計發生的事情 好嗎 上一次劉健基很保守 碰拳 他也中的 又對的 這場 你們又會有什麼 哪個球員會入球 或者哪個會後備登場 會不會拿黃牌 這些事情會不會發生呢 我先猜一下 12碼 我上次有猜12碼 這次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覺得 近來 其實本土法蘭迪士 已經連續兩場射失12碼 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場球 有機會不是用這個 如果有12碼 就不是本土法蘭迪士射的 但是他沒有射中 對 其實他已經錯過了兩次 OK 但是有機會 最近可能錯過了兩次 信心 讓他調整一下 找Line Super Line Super 就能射到12碼 加羅很難 你先猜到12碼 再猜到12碼 沒錯 有12碼 但是不是本土法蘭迪士射 如果這樣送就很厲害 12碼 拐子手多了 首先是本土法蘭迪士射 是有很多選擇 現在 你選擇 若有12碼 不是本土法蘭迪士射 沒錯 我這次不猜到12碼 這麼固執 因為人們說 12碼容易過萬 沒有入球 所以我猜 所以我猜 今場是有 球員被趕出場 是不是有機會 Gacy Vincent 可能 不知道 轉頭又是他 今季已經 沒有說一定是 萬名球員 總之是有球員 那範圍是 被趕出場 這場球 真的要想 很難想 想些 讓大家覺得這場球 好好看才行 是啊 這場是關鍵的 萬聯現在是 之前打4-6分 從那些失分論 如果他們贏得 分數上 跟前列第4-5-6 會變成同分 車路士賽前 就是他們5場8分 如果這場 其實贏得 就可以上去 在榜 球三位 那些分數 所以 都是一個關鍵 我覺得這場比賽 都會很緊湊 我自己個人推斷 我覺得有機會出現烏龍球 可以嗎 我覺得會 有一個擺烏龍的情況 去改變了那個賽果 或者是很決定性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 好 這就是我的 預測 連續中了幾個星期 看我們這次 總有一件事 總有一件事 我們再猜幾樣 現在再猜幾樣 中的機會 就大一點 我猜半場 0-0 可以加 你可以加多一個 卡雲尼有沒有勝選 會不會是第一個入球 我覺得雲尼碧黑 我覺得雲尼碧黑 不會正選上場 因為 因為 Soul Searcher 真的很不喜歡轉陣容 老實說 除非是連場 連場失分 對 除非連場失分 好 差不多了 今個星期 有很多精準賽事 但我們先繼續 留意著 到時做直播的同事 他們在直播時間 都會有很多 職場的資訊 可以帶給大家 記住留意 我們鬆一點的頻道 看我們不同的節目 記住 訂閱我們 分享一下我們 按一下小鈴 提醒一下自己 有機會看看 假樂Sir 我們分析 好嗎 下次 不是這個背景 要成立一個關愛 國家樂 協會 預祝國家樂 就在 Polisen 考試裡面成功 相信你們 謝謝 加油 加油 希望安全到達 坤明先 OK 一定會的 好 下次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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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看我們的頻道 朋友 記住 Like 和Share 不喜歡 都可以 我們很喜歡聽你們的意見 記住 鬆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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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剂